准备的 那是给你准备的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不配游泳了 没有你带着是最好看的 我觉得现在我不配游泳了 我也不想游泳这个态势 不是不配 你听我讲 你要答应我这个事情 你要答应我这个事情 你一定要答应我 你一定要答应我 就是一定要留着 必须留着 这是本身就是我为你进行挑选的 你一定要留着它 这样说吧 那个项链 那个项链我可以到那么多人面前说 我留着 因为项链然后妹妹可以送 戒指的话我就不留了 这个好吧 戒指的话我就会送到酒庄给你 我会放到酒庄的柜台里面 好吗哥 留着嘛都留着都留着 本来你带着好看 我都带都摘下来了 多谢你 多谢你 真的很感谢你哦 没事的 没事的 你也要感谢我一下好不好 必须怎么样 我给你卖了一些8加1好不好 对不对 哎呀 哪子啊 哎呀 哪子啊 我拿个车电器来充一下 你们还带节奏吗 就是我跟阿比 其实我跟老板 只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老板是一个 你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没有那么复杂 是的老板是一个很优秀的 老板 嗯 我也说实话我也没有就是那种 我我就我自己就不说了 但是老板的话我们也 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陪我过来的 应该有四五个月了吧 又是老板 你了解老板了吧 老板是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人 就老板我们两个没有走在一起的话 就只能说没有缘分呢 真的 这个真的只能说偷偷的没有缘分 别的一点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吧 我现在脑子里面很乱 很乱 很乱好不好 就是其实老板你知道吗 有的事情啊 一直摸在心里的话会 闷着心在地都会出来 讲出来了会比较舒服一点 你看我们两个现在是不是要变得修眉了 是不是很开心很轻松 对不对 没有你们不要记得 帅哥 阿祖阿祖其实他我知道他想的是什么 但是他阿祖你不知道我想的是什么 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 但是你不知道我想的是什么 其实我也很明白你想的是什么 虽然老板你没有说 但是已经表现出来了很多很多失差 也看得出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为什么说我们两个做好 就是我把建设送回去 我还可以当你的好妹妹吗 这是一位我觉得女人很好 所以我希望你还能把我当成你妹妹 不管任何时候 只要你需要我都在 不管任何时候 只要你需要我都在 真的 那你结婚了 三年之后你结婚了 你必须要叫我 哈哈 什么短时间 我没有这个打算 不管我们两个 其实 其实那个时候你应该问问我的 不然怎么很尴尬 就是我说你了解 深细话 短时间我没有这个打算 真的 短时间我没这个打算 没有打算 肥婚的就是吧 我想找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 你既然你也这样讲 我都说的 也是心里话给你 我想找什么样的 我想真正找的是什么 就是 两个人生活能够合拍 工作合拍 生活合拍 性格合拍 不吵架不闹 然后互相 然后走了 就是两个人 感情升温到了 想去 想去就是什么 眼里面不会再有任何人的 那种 就是觉得 所以的 或者说是什么 或者说就是 吓我 真的是想 为彼此啊 生孩子啊 之类的了 那去结婚 我觉得就应该了 老板 老板 你带着我回去说 你在直播就说 你不喜欢 一会儿又这个病了 有到又那个病了 对对对 其实这个我要跟你讲 那一次我就知道 其实我们两个 应该有可能不适合了 因为 对 说实话我的话 你也知道的 我的家庭很特殊 跟别人的家庭不一样 所以呢 接受我的男人 是会受到一些伤害啊 或者干嘛的 所以呢 就是 其实我 因为我这种工作属性 太忙了 就是 比如 为什么我一直没有结婚 我想这是什么 就是一会儿 比如说一个生病了 得我去看 万一我再出差呢 一会儿 家里有事啊 之类的 亲戚朋友之类的 因为我家里面 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妹妹在管 我跟她说了 她搞不定 就我上 我要专心的去赚钱 我要专心的去经营公司 嗯 对 就是你也没有想过 那么早就结婚啊 我没有这个计划 短时间我没有这个计划 虽然咱们 所以啊 所以我们两个就不一样了 我们两个的话 我还是 还是坚持我的观点 我 我短时间没有这个计划 嗯 我知道了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我的想法是 我觉得我遇到对的人了 早结婚 晚结婚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是 一定要跟父母人沟通 知道 然后就是慢慢的谈 就是我的观念 我有点恐婚 我有点恐婚 说真的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离婚了 我有点恐婚 嗯 我身边 我身边 十个 至少有 四五个离婚了的 我恐婚 我也怕 如果我 吵吵 帅帅的去结了婚 然后又离婚 二婚三婚 能找个什么样的 啊 其实我也给你建议 不要轻易的去 拧症结婚 说实话 就是我说的是心里话 不要轻易的跟哪个男人去领证结婚 冲动是魔鬼 一定要去 就是我说的是真实话 你一定要 你不要像这样 你这样的话 说实话 很 除非那个人也是不负责任的 就是他说好 领证好 咱们去领证 到时候生活财米油盐 酱素茶 那老板 我是不是也不应该轻易的接受别人的表白 这个我也支持 说实话 我也支持 真的 我也支持 谁就走错路了 哎呀 不说老板 祝你越来越好 你看有的家人们说 你看有的家人们讲 就算咱俩去领证 可能不超过半年 就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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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开 我也不可能那么早跟你领证的 老板 其实我只是想让你去见一下我家人而已 没有那么早领证的 说实话 因为你你我 我更害怕 你是老板 我什么都不会 我很害怕你把我丢掉 所以呢 我不会那么早去跟你领证的 因为你不懂我 好了 那我们就不聊了 我记 你要记得去拿呀 我 我会把介石放到你的柜檀里面 嗯 就几个月里面 很感谢你对我的这些帮助 我觉得我今天就不该开这个播 你这样说的话 我更不应该开这个播了 把我的幸福都丢了 现在 OK 我觉得 好了 好了 那先关我跟家人们聊两句 好的 拜拜 拜拜 其实有些东西的话 摔个睫毛 别人一直不愿意开口 但是呢 看得很明白 觉得有些东西 我觉得我来开口算了 对不对 我不哭 我干嘛要哭呀 我干嘛要哭呀 老板还是我的哥哥呀 对不对 我干嘛要哭 我为什么要哭呢 谢谢你们的支持啊 谢谢 谢谢摔个姐们 爱我吗 谢谢爱你 爱我的谢谢 我眼睛真的今天 今天晚上不知道 为什么我的眼睛一直很红 你们很多人说 老板我们俩个本来 已经不是和 对不对 对不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不会回去啊 我不会回去相亲的 我相什么亲呀 我都有点不相信人了 我不相信 不管大家开开心心的 正坐起来 我感冒了 感冒的眼睛痛 鼻子痛 感谢观看 以前有些人说过啊 就是 阿子妮啊 多一个心眼 多一个心眼 不是这样子的 摔个姐吗 不是老板杀害我 那是因为我们两个没有缘分 她是一个很好的人 真的 她现在还能做我哥哥 我也很开心啊 对不对 她做不了老公 就做好哥哥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们说对好不好 你们说对好不好 阿子加油 我会加油的 我就是觉得 我就是觉得 我就是觉得我这一辈子嘛 就是 一次两次的挺搞笑的 就是搞笑 没什么 别的没什么 就是搞笑 对不对 就是搞笑 对不对 就是搞笑 我跟现在老板分开 我一点都没有那个 我只是刚刚听到阿老板说 他跟我表白是 一时糊涂的 就是什么 很懵的 我 我就感觉 那次我是从 从 从当作一万多人面前 去找他的 然后 现在变回来 我觉得挺搞笑的 真的 太搞笑了 其实我爸爸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 让老板来 他也尊重老板的意思嘛 也 就是他们是父母嘛 就是他们说见个面而已 没有别的意思 我以为老板还会主动的去见我爸妈 但是没想到这个 这个的 这个说法 伤害了老板 应该是习俗不一样的未停吧 家人吗 阿子做我儿媳妇 我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已经你一次 两次 三次的 这个样子了 你还想让我做你儿子 儿媳妇吗 但是我 我跟他们都是清晴白白的 所以啊 阿伟哥 我们两个的话 也没有表白成功 也没有接受 但是老板的话 我虽然接受了他的表白 但是确实 我们手都没牵过 还挺 有点挺遗害的哦 白白的还逼了一个这样子的名声 我每天就把这个 发到他酒庄的柜台里面给他 你自己太天真了 哎呀 是我太有点傻 那种 巴子打一波正能量好不好 摔个箭 巴子打一波正能量好不好 其实啊 也看得出来 老板 从一开始 我们 就像一些熊妹一样的 很多叔叔阿姨 看得出来 对不对 你们很多叔叔阿姨 看得出来的吗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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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觉得我还 还有必要继续在那里上 上班吗 我觉得 还有点尴尬了吧 我觉得 有点尴尬了吧 我在这附近 再找个工作吧 有必要的 可可一 没必要的可可二 好不好 算有点挺舍不得的 但是呢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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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十二个节目 我 我感冒还没好 我有点头痛 我感冒好没好 我先休息了 一次叫我早点休息 我眼睛全部都是红的 里面我要休息了 我没有哭 你们不要去跟老板说我哭了 我没有哭 不要去伤害他 虽然走不到一起 但是我希望他好 你们不要去伤害他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们都去帮助他 他也很不如意 他也很不如意 你们去帮我转告他 他也是我的好哥哥 如果他愿意的话